这个故事是九十年代初 内蒙古河东三省交界的邻区发生的 我没记错应该是赤丰附近的 当时有一个老头 天津人 当年跟着部队去啃荒种树 后来就在当地安顿下来了 盖房结婚生子 渐渐的 一口天津味的碎嘴子 变成了一嘴的苞米大茶子味的坎普 这老头年纪一大 就从当时的义军办公厂退了休 回到他以前的林场 循了一份闲职 就和城里的退休的老头 去找一份看大门的工作一样 也不是他闲不住 主要还是想多赚点钱贴补家用 这老头平生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喜欢喝一点小酒 于是这个老头平日里 白天就在林场里转悠 捡点野生的蘑菇木耳 运气好了 还有冻死的袍子兔子 晚上就回看林场的小屋里 炖上一锅肉汤 放点白天食道的野味 开瓶地瓜烧 美美地吃上一顿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 老头半个月才回家一趟 他也喜欢上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 他老伴也进了城 帮着儿子带孙子了 家里反而没了人 所以有时候他干脆整月都不回家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就在老头在林场住了半年之后 老头遇见了奇怪的事情 经常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隐隐约约地听见小孩子的笑声 听得很真切 可是到了白天老头子酒醒了 就好奇了 这附近方圆几十里都没人家居住 大半夜的哪来的孩子笑声 他就觉得是自己酒喝多了 听错了 但是等到他白天出去溜达的时候 就能发现他屋子四周的雪地上 有很多小脚印 看上去有点像是小孩子的 但是仔细一看又不像 脚长很短 却又明显不是什么野兽的 一开始这个老头就有点害怕 这明显不是什么人了 他就觉得是山神 或者附近住的黄皮子 什么成了人形 生怕自己受到危害 但是后来时间长了 他发现这个小孩子 其实一点恶意都没有 从来不会过来打扰他 两个人一直也相安无事 渐渐的老头也就放下心来了 再也不为这是操心了 可是后来有一天半夜 老头子煮了一锅玉米棒子面粥 喝得正香 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老头子打开门一看 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粉雕欲拙 竖着两个小羊脚便 一张笑脸粉嘟嘟的 很是可爱 老头好奇 便问你是谁家的孩子 这么晚了怎么自己在外面 小孩笑道 爷爷咱们是邻居啊 今天我玩着你家的饭菜挺香的 我能不能尝一点 老头子一下子清醒了 心知这恐怕就是那个不知名的灵物 可是看样子这么乖巧 一点不像是有恶意的 老头子正好也喝了点酒 正所谓酒壮耸人胆 老头子当时反而一点也不怕了 正好也寂寞 有个东西陪着说说话也好 于是老头子就招呼那个小孩 进屋坐下了 多贴了一副碗筷 又多拿了一个酒杯 问道 你喝酒吗 小孩点点头说 今天我就喝一点吧 也有好几年没喝过了 老头子一听 更加确定这个孩子不是什么正常人 就看他那一身红布兜兜 麻布的小短裤也知道这大冷天 正常孩子没人会这么穿 老头子心里也一点不怕了 就开始和小孩喝了起来 还开了肉罐头 可是小孩子只吃素 不碰昏 两个人吃到了半夜 天南地北的瞎砍 小孩听老头子说 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天津 韩战时又去过朝鲜 还去过北京上海什么的地方 小孩很是羡慕 随口说了句 你们人类真好 可以到处走走 我从来没出过这个山 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的 老头就说 我带你出去看看 小孩摇头道 我不能出去的 后来老头子喝多了 直接就睡了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还以为昨天是做梦 但是起床一看桌子上 真的是两副碗筷 老头子这才确信不是梦 可是他心里缺一点也不怕 因为他知道那个东西真的不坏 正好陪着说说话 姐姐们也不错 后来一连几天 那个小孩都没出现 有一天清早起来 老头一出门 看见门口放着一些山核桃 野果蘑菇之类的东西 用几片绿叶包着 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 他知道这是那个小孩送的回礼 心里就越发地喜欢起这个小东西了 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 那个小孩又敲门来了 老头说谢谢他上次送的东西 很好吃 小孩顿时脸都红了 不好意思道 我也不能白吃你东西 小小心翼 你喜欢就好 老头子也从外面带了点野笋 和南方的水果给小孩吃 小孩似乎从来没吃过 也很喜欢 他特别喜欢吃橘子 从此 这一老衣绍就在这与世隔绝的林场里 互相陪伴着 小孩子有时候两三天 就来找老头一次 每次都会带一点山货 他找来的这些东西 都远远比人在林子里采到的要好 老头子吃不完就拿出去卖掉 卖的钱一部分给家里 一部分就买酒和橘子带回山里 和那个小孩分着吃 原本故事这样发展下去 会是很圆满的一个结局 但是事事都有意外 老头子的老伴得了重病 淋巴癌之类的 很严重 老头子接到消息就进城了 到了医院医生和他说 情况不太好 让他做好给老伴准备后事的心理准备 老头子在医院陪着老伴待了一礼拜 老伴丝毫没有好转 可是他也不能一直在城里待着 和林场那边也没请太久的假 所以他又回了林场几天 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 顺便多请几天假期 他回林场的第一天晚上 那个小孩就来找他了 一进屋就问他 这么多天你去哪了 我好担心你 老头也不说话 就是一杯一杯地和他喝酒 满脸的愁容 小孩陪着喝了一会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你看上去不开心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和我说说 说不定我能帮你 老头借着酒 就和小孩说了老伴的事情 那个小孩一听 就说 你别担心了 有我呢 你有刀没有 借我试试 老头给了他一把水果刀 小孩子接了过来 刷的一下 把自己的头发割下来一小缕 递给老头说 拿着 你老婆吃了病就好了 我们这好几年的交情了 有时你不和我说 就知道自己叹气 太不把我当朋友了 老头子拿着那一缕头发发愣 不知道这是啥玩意 但看小孩一番深情的样子 也很感动 更加敞开 进耳的喝酒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醉了 第二天 老头子起来的时候发现 小孩已经不见了 自己却头疼得要死 收拾桌子的时候 看见在案子上 放着一根看上去像是草根一样的东西 老头子一下子想起来 昨晚上那小孩给自己的那一缕头发 老头子拿起那草根样的东西一看 发现竟然是个五寸多长的人身须子 老头子一下子清醒了 这时他才知道 那个小孩是个人身精 一般人身七两为身八两就为宝 如果换成长度 大概就是一尺长短的样子 就是罕见的宝贝 属于千年的老身了 可是如今看上去 这个小孩的一根须子就有半尺长 估计是根上千年的老身了 那可是千百年难遇 当年朝鲜为中原的附属国 年年都把最好的人身 当成供品送到中原 可也从来没有超过一尺的 当年秦皇炼丹 也只是用了一根八寸多的人身 往后的中国历史上 再也没出现过八寸以上的人身 老头子这才知道 自己得了宝贝 这玩意可真的是有 起死回生的功效 老头子揣着那根人身须就回城了 在医院就熬了身汤 尾给老伴喝了 当天晚上他老伴就气色好了起来 第三天就能下病床走动了 医生都惊呆了 一检查 老太太的身体各项指标 竟然都在慢慢的恢复中 就在老头子两口子高兴的时候 麻烦找上门了 他那千年人身的消息不进而走 当地一个省里的高官 还派了人来找他 让他帮忙抓住那个千年老身 老头子一开始是死活不肯的 那可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可人家是官家的人 一会说他老伴的医药费不能报销 一会又说他儿子的公职做不下去了 连他孙子的学校 都拿着一些借口逼着孩子转学 老头子这一下子就没辙了 那省里的高官又派人送来了一大笔钱 老头子无奈之下 只得屈服于威逼利有下 老头子当天就回临场了 带着事先那群人给他准备好的东西 到了晚上 果然那个小孩如期而至 一进屋就问 你老伴的病好了吗 老头子抢言欢笑 好了 要多谢谢你啊 小孩子很高兴 静一点没发现他的反常 笑着说 我们是朋友吗 帮点忙是应该的 今天你带好吃的了吗 老头子就把带来的吃的摆出来 两个人又在一起喝酒 老头那天是先服了解酒药 所以喝了一会没多大的事情 接下去老头便开始装醉 那个人身经也没留意 照样在那边吃吃喝喝 老头子就悄悄地把一根 上面穿着红线的缝衣针 别在了那个小孩的裤脚上 小孩子当时也没发觉 当晚无话 第二天中午 那个大官的手下就来了临场 问他 事情办好了吗 老头苦笑地点了点头 那群人就安排人手 开始在附近方圆几百米内找了起来 那个人参说过 他和老头子是邻居 所以他们估计 这个千年身经就在这附近 找了两个多小时 他们终于在一颗 大树厚的石头缝里 发现了那根红线 然后顺着红线往下挖 真的挖出来一根 将近一尺半长的巨型人参 挖出来的时候 那根针还憋在人参的一根尾须上 这群人欢天喜地 拿着人参回省城了 老头子一家 也从此过上了富裕的幸福生活 那个省里的高官后来高升了 可能就是因为献保有功 上面的人对他的奖励吧 至于那根人参 是否真的吃了可以起死回生 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一定觉得故事不好 应该是恶有恶报啊 善良的人参怎么落得如此下场呢 但现实就是这样 那个高官依旧权位稳坐 老头子一家依旧富于安康 所以事实就是如此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果报应 要问这个故事 我是怎么知道的 说来惭愧 那群帮着高官挖身的人里 就有我们家的一个长辈 还算年轻 当时跟着官家混饭吃 那个针头线脑上 都是他做过手脚 不然以一个千年身经的道行 是会很容易被发现的 这个前辈也经常叹气 说自己这是做的有些损因得 但是进了官场 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 从那事之后 他就借了酒肉 终生吃素了 其实关于人参的传说有很多 闯关东的那一批参客 更是江挖身的文化风俗 发扬到了巅峰 关于人参的传说 最早建于春秋运斗书的记载 南北朝时 已把人参和治病联系起来 形成传说的简单情节 梁书记载 陈留孝子阮孝续 因母病到中山踩身 路隐获慈草 福之岁域 太平欲览意在 随文第十 上当有人宅后 每夜有人呼声 求之不得 去宅一礼 但一人参之手 觉知入地无耻 得人参依 如人体壮 去之 后呼声遂绝 至唐时 发展为草妖 地精的说法 有的还把人身说成 能医治鲁顿 或者可以医寿的 鹤医老翁 挖身的都是 多人合作为多 也有独行侠 多人合作的话 有一个人带头 一般是年老 有经验的老参客 被称呼为老把头 在他的安排下 几个人分组 分区域地 搜索一个山头 一个玩了下一个 绝不重复 他们在进山之前 要烧香拜山神 希望山神 给他们一口饭吃 人生是按照叶子 来分品项的 从一品到七品 七品业为尊 历史上极为罕见 而人参附近一般 有怪鸟和巨蛇守顾 其实也不是保护人参 只是人参会吸引 很多野生动物 比如老鼠之类的 鸟和蛇就守着人参 每天自然会有食物送上门来 所以有经验的参客 只要一听鸟叫和蛇爬行的痕迹 就可以推断出人参的方位 史书记载 上有子气 下有人参 挖身人认为 有人参鸟的地方就有人参 民间有大参必有大蛇的说法 原因便是守身带鸟 在挖身的时候 参客也会严守祖训 三寸以下的人参 他们一般都是不会碰的 往往做一个记号 多留几年 日后再去 在他们挖身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忌讳 他们都是用棒锤 老货 宝贝之类的字眼代替人参 挖也不说挖 说取 气灯 他们在发现人参的时候 往往要把手中的长棍 狠狠地敲在人参前面的地面上 这是为了镇住它 同时也引起同伴们的注意 然后他们要仔细分出人参的职业 在主慢上系上红线 一边用木叉做一个支架 将红线悬在木叉上 牢牢绑住 这叫参锁 施防止人参跑掉 在挖人参的过程中 他们也格外小心 人参的所有根须都要保存完好 这样人参的价值才会高 所以他们不会用的铁制品 往往是徒手 或者使用一种特殊的白色棒状体 这个棒子不是木制的 而是用鹿骨锁制 人参挖出来之后 还是要烧香拜山神 感谢他赐财 人参卖掉之后的所得钱财 所有人平分 有贪图钱财的人 往往在被发现后 历时被参邦处以急刑 不得好死 千年以上的人参 据说可化人形 但都是幼童的模样 而且往往这些人参 在地下时会递顿 就是在地底下四处奔跑 所以一定要用红线拴住 就算跑掉 找到红线也就找到了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